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今天我们讲一下四气调神大论 这是《黄帝内经》的第二篇文章 那么在这里呢 咱们先 先前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铺垫 就是所谓的养生 《黄帝内经》的养生智慧到底是什么呢 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顺应四十为养生的第一条 就是顺应这个阴天之序才是它的 就是顺应东南西北啊 春夏秋冬 这是养生的要则 所以咱先把题目解释一下 它为什么不说四季调神大论 而是说四气 而且它调的是神 它种的都是神的这个层面 那么四气到底指什么呢 四气实际上就指的是跟四季相关 这个呢在《黄帝内经》里非常有趣啊 《黄帝内经》曾经 黄帝曾经问过齐伯 到底什么是气 然后呢 齐伯呢 就他的老师在回答他的时候 就非常的为难 就跟他说 这个东西不是 他说此先帝秘之 这是过去不让外传的东西 说你就得摘戒几日 我才能传给你 然后黄帝呢 就说那好吧 那我就摘戒几日 然后最后 齐伯才告诉他什么叫气 他说的是 五日未知后 然后呢 五日未知后 三后未知起 这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后 后 现在正是春天 春光明媚的时候 大家可以到外面去看 什么叫后呢 就是他实际上 后就是物猴 就是事物 树木 这些事物的这个表现 事物的这个表现 是什么样子呢 他会告诉你 五天会出现一个变化 五天会出现一个变化 那么到了三五 一十五天的时候 然后这个一个气 天地自然之气 就会出现一次转换 然后你人体要想养生的话 你只有跟上了这个气 比如气都生发起来 春天气全生发起来了 你还没生发起来 这样你就会得病 如果到秋天气都开始收收链了 而你这时候没开始收链 你也跟不上这气 你也会得病 所以这也是中一里所谓的天人合一的这个概念的一个表现 那么这就叫气 大家不要一说到气就去理解什么呢 呼吸之气 古代的那个气不是讲这个概念 它更多的是在讲节气 也就是说的是24节气 而四季 四季我们现在所说的春夏秋冬 是各占几个节气 一共24一年是24节气 那么一个季是占几个节气 六个 六个节气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说气 这里边最关键四季里边不是说单纯的说一个春夏秋冬的概念 而是告诉你在春夏秋冬中气是不断的在发生变化的 这个时候发生变化 我们的人的情质就要跟上这个变化 就可以养生 他就说四季调生大论里边 其实他主要是什么 春天是怎样养生的 他会告诉你 然后夏天是养长 他这个生长收藏都是四季里边的气的表现 记住啊 是生长收藏 是气的表现 然后画呢 我不是上 我原先我已经讲过了 所谓画 就是 这四季全有 就是钱挂的上九剑群龙无首级 画就是把生长生发收敛收藏全都包括在内 这叫中央匹土的这个特性 他全部都能吸收 就跟我们原先讲的那个东西南北春夏秋冬是一样的 我们中国人都是按照这个顺序啊 去生存的 去生活的 比如说我们中国人 你看北 呃 中国人最喜欢的一种居住方式是什么 我们现在都住楼房了 我们现在住楼房高层的那过去老人就说都接不着地气 那古代人是怎么样的 古代人最佳的生活环境就是最好的风水是什么 是四合院 为什么四合院好 四合院不就是 生长 生发生长收敛收藏全有 而门一定朝南开 门是煮散的出入之所 然后东边的房子 东边的房子呢 因为是主生发孩子们可以去住 那么老人住西边的 然后呢 壮年的人 那么正好是住 你老和少都有你来养吗 所以这是生长生发收敛收藏全有 所以只有这种情形才是我们原先所说的 极 剑群龙无首 极 这样才吉祥 它全都有了才吉祥 你做一个企业一样 企业 生发生长收敛收藏全有了 就没问题 那你就达到无为的境界了 它调的是里边的神 调的神 好 那春天到底怎么养生呢 这段写的非常的美啊 叫春三月 此味发尘 天地聚生 万物以荣 夜沃早起 广步于庭 批发唤星 以始至生 生而勿煞 羽而勿夺 善而勿发 此春气之影 养生之道也 说得很清楚 我们不就是在讲 黄金内经的养生智慧吗 这是养生之道 那么你看后边啊 以后就是养长之道 养收之道什么 逆之则丧甘 下为寒变 凤长者少 非常有意思啊 你 我们现在要把它翻译过来 它这里说什么 春三月 春三月是说什么呢 就说春天的生发之机 这是冬 这是春 这是夏 这是秋 那么春三月 实际上是从什么时候 从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一春 这一春 就告诉你 生发之机是一点点起来的 它是分步骤的 明白吧 这是分步骤的 一点一点起来 那么它从哪起来 此位发尘 尘就是尘就 就是从 冬这起来 所以 春天 你要是过不好的话 你的毛病是什么时候 做下的呢 你的疾病是什么时候 做下的呢 是冬天 做下的 比如说 非典 非典 有一个很突出的例子 非典 在当年得非典的人 在当年得非典的人里边 很少有老人和孩子 基本上是青壮年 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想过 瘟疫应该老人和孩子最害怕 对吧 小孩子潜能无用 还没有 还没有全掉出来 小孩子那个精就不足嘛 那么老人呢 都精都不足了 那老人应该 应该先得病啊 小孩应该先得病 为什么都是青壮年得病 这个例子就是告诉你 春天的时候 你得的病 春温 像这种季节性的病 或者流行病 那么都是跟你的整个的生人状态是有关的 其实是现在目前来讲最养生的 小孩子是按时去睡觉的 老人也是提早就睡觉的 而且老人你看 每天早上老人呀 登山的 溜弯的 唱歌的 跳舞的 晚上他们还得扭大秧根 他们才注重养生呢 而且按时去睡觉 他才不会熬到十一点不睡觉 才能上网呢 对吧 所以他不耗他的精 他已经收敛不足了 那么他就只能靠他维系 可是他维系 他维系的很好 他又没压力 他又不用说非得去挣钱 他的退休工资也够了 所以其实现在老人是 如果身体特别不好的人 那老人实际上是年轻的时候累的 还有情质上有一些问题 他会有病 但是他不会在这种季节性的变化里 他不会显现出来 因为老人和孩子都比较 都比较注重养生 那么只有青壮年 晚上拼命的去上网 拼命的去OK 拼命的去 就是夜里都不睡觉 很多的病人啊 就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就说 现在中医西医都不好看病 为什么呀 因为人不改习性 比如说他夜里 他就 他如果天天夜里都从那儿熬着夜 生活一点都不规律 颠倒 那叫颠倒阴阳 颠倒梦想 什么都是颠倒的 你怎么给他吃 你治着治着 让他狂睡了 他睡得特别香了 他就不干了 他来找你 他说不行 我现在是睡得要命 特别想睡觉 所以年轻人是做不到这一点 就说这个时候 他就告诉你 春三月 此为发尘 他发的这个尘都在这儿 这是陈旧的东西 给发出来 把尘 把积蓄的东西 积蓄在冬天的东西 给发散出来 靠这个力量来生发 所以春三月是一步一步的 春三月此为发尘 这个时候是天地聚生 天为阳地为阴 阴阳都开始生发 也就是我们原先所讲的子时 一阳生 一阳二阳三阳 那么生起来 这就叫天地聚生 阴阳气全生了 万物已融 万物都开始来发育生长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养生呢 古人说的很好 他给你举了个例子 举了三个例子 一个是第一 夜卧早起 所以你看黄金内经 好像其实真的没告诉你 从头几篇来看 没告诉你怎么治病 告诉你怎么生活 就告诉你该好好的吃饭 好好的睡觉 你就不得病 所以他是医道啊 原理就在这里 夜卧早起 夜卧就是晚点睡 到春天了 生发之机起来了 不要睡得太早了 晚点睡 但你也不要 他所谓的晚点睡 他没让你超过子时 然后晚点睡 然后早点起 太阳一升起的时候 或者你就开始起来了 因为万物都在生发嘛 然后广步于庭 广步于庭是什么意思 记住啊 这个步 这个步啊 在古代就是慢慢的走的意思 所以它是两个脚趾 什么叫步 步就是这样 就是一步 大踏步的 这个字是古代的走字 走字是什么 就是跑 走就是跑 大踏步的跑 而步呢 是慢慢的来生发 它还是告诉你 怎么去缓慢的生发 这个春天的生机 就叫做 缓步于庭 广步于庭 慢慢的走 但走的要很远 庭院要很大 一点点生发 实际上都在讲 春天的契机 该怎么去做 缓慢的生发 广步于庭 然后他还怕你不懂 还怕你过急的 过早的去生发 然后怎么样 他后边又举了一个例子 叫批发缓行 批发是一个什么概念 你们大家去想一想 你在什么情形下 你会呸发 就把头发呸下来 你只有像女孩子 只有比如说 我们把头发 我们最注重头发的时候 是我们要出去做事的时候 我们要出去做事了 所以而且呢 首先批发 第一条 它是让你别约束生机 生发 你别输个马尾 到春天的时候 输个马尾 把生发之期都给约束起来 另外一点呢 其实最关键 这是表象 更核心的问题 它是告诉你 你应该放松你的心情 我们批头算法 都是在家里 最随便的时候 这是告诉你 放松心情 然后缓行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缓行是什么呀 缓行 打一个比方就是什么呀 放松腰带 穿宽松的衣服 别穿紧身衣 别约束生发之机 同时呢 放松腰带 也意味着放松心情 所以这叫四气 调神 神才最重要 放松心情啊 一定要放松心情 然后批发缓行 这样呢 这样呢 叫做 以始至生 这时候才告诉你 至 我们原先说过 至 是圣经 圣的神 所以 刚才我们讲了 就是发尘 就是发尘 以始至生 以使得这个 圣经的精气 能够一点点的 生起来 能够一点点的 生起来 然后后面 古人还是怕你 做事啊 还是怕你会过度 所以他就 又接着说 叫做 生而勿杀 这个时候 你的心里 要怀着一种 什么样的心呢 就是 只怀着一种 欣欣向荣的心思 生而勿杀 不要起一点杀心 古代强调 春天是不可以 起任何杀心的 就像原先那么讲 你春天的时候 你只要攀折了 一枝花 你秋天就少收一个果 所以春天 就不可以 有一点杀心 万物都在生长 你就让它去生长 人的身体契机 在生长 你就让它 好好的去生长 你不要压抑它 而这个时候 如果你压抑自己 你就会得病 这叫生而勿杀 雨而勿夺 只给予它 只拼命的给予它 花要开了 我就给它浇水 培育它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所谓的春啊 你既可以说是干 也心肝脾肺肾 说句实话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这又意味着什么 年轻的时候 长大的时候 然后呢 这个少年 青年 中年 老年 这都是可以比方的 对不对 年轻的时候 你就不要压抑它 小孩子 你拼命的让他学 学下 强灌它 这样的小孩子 压抑住了 你不知道 秋天的后果是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都去 比如说刚刚出现 一个韩国人 打美国的校园 枪击案 对不对 出现这样的事情 大家都去找现在的原因 就没找他原先的原因 干嘛不往前三步找啊 你小时候怎么对待他了 这实际上当他做出这种事情来的时候 他动了如此之杀心的时候 那是他原先的问题啊 这是我们教育的失败 就是教育上 你如果失败了 你到最后 你的后果 你就要应该知道是什么 或者是你从教育上的失败 你要知道先前是怎么样 所以这也是管理啊 这也什么都可以说得通 那么就是只给予他 不要掠夺他 不要掠夺他 这叫生儿 不是生儿 生儿勿杀 云儿勿多 赏而勿发 只奖赏他 不要惩罚他 因为不要惩罚这个生机 不要说你别生的那么快 慢点长什么之类的 要拼命的奖赏他 使劲奖赏他 让他好好的生发 所以这也是代表了一种人生态度啊 说此春气之应 这就叫做春气的 这就对应春气 春气的反应 天地的春天 天地的春天就是这样 人的春天也是这样 然后告诉你养生 这是养生发的一个道 养生发的一个规律 记住啊 我们黄金内经讲养生 都是在养东方 都是在种文化 慢慢生发起来的 这么一个像 那么他告诉你 他说这是 此春气之应 养生之道也 然后逆之则伤肝 如果你不这样去养生 你就会 在五脏里就会 伤了你的肝气的生发之机 然后这种生发之机 你现在看不出 你伤了他的以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实际上 他告诉你 这个时候如果要伤了的话 下为寒变 到夏天 你才能看出结果 如果这儿的生发之机没养好 到夏天就会出问题 到夏天出问题 然后呢 出什么问题 比如说夏天你就会出现腹泻啊 或者是心脏啊 都会出一些问题 因为什么呀 这边是 这个东方有主木 木如果没有生发好 木生的是什么呀 在五行里 木生火 由于这儿没好 夏天这个火 就好不了 这个火就不忘了 火又对应的人呢 是心 所以人的心气就不忘 大家要清楚啊 你的每一步 你都要 你看他这个 就光一个 就这么一步 然后他说凤长者少也 凤是什么意思 凤就是两个手捧着东西 给对方 那么如果你这儿没有养好的话 你给下一步的东西就太少了 你给长 这是生长吗 你给生长的东西 可供生长的东西就太少了 就是我们现在得病啊 有一个毛病 我们如果要是拉西了 就会去找大夫 说大夫 我们昨天我们我们一帮人吃饭 然后吃坏肚子了 我拉西了 这都是思维的习惯的一个惯性的一个毛病 为什么你们一桌子人吃饭 就你拉西 别人没拉西 大家一定要清楚啊 这实际上就告诉你什么呀 你现在拉西的毛病有可能是前一个 六个节气之前的事 你那儿没养好 你这儿自然就养不好 所以这是在讲春天啊 春天的养生是这样 好 那么既然讲 你看春天的养生啊 它是讲了 怎么去行为 怎么去晚上好好睡觉 早晨早起 然后慢慢活动 然后呢 保持心情愉悦 这都是春天养生的要点 从现在开始啊 大家就应该按照这个规律去做 那么呢 因为这里边呢 没有讲吃 所以呢 我呢 把这一部分稍微补充一些 那么在中医看来呢 食物是非常重要的 叫做百姓以食为天 对吧 食是百姓的天啊 就是你 你的根本 你的天 那么呢 食物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古代呢 是这样说 在素问里边 在说那个黄帝内经啊 黄帝内经是分两本嘛 一本素问 一本灵书 这是上 这是下 一本素问 在他这本书里边 他就曾经说 他说毒药攻邪 无骨为养 无果为柱 无处为意 无菜为冲 气味合而扶之 以补一经气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 记住啊 我们中国古代有句话 叫做药补不如食补 知道吧 那么所谓药和食物的区别是什么 古代的药都叫做毒 毒本身就是草 说文解字里说草往往而生 就是草生的很浓密 这个概念 草生的特别浓密 那么所谓的药啊 或者我们现在民间有一句话 叫是药三分毒 对不对 但是大家一定要听 这个毒到底指什么 毒指的是 偏性 食物 跟药相比 他用的是他的平和之期 食物 药啊 用的都是他的偏性 所以中药非常有意思啊 中药的采摘时间 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那么你什么节气 就中药啊 他的既然用其偏性 就是用他的 实际上中药的这个偏性是什么 就是用他的那个气 什么阶段采采的药 他的气是最足的 就像我们原先说过 喝菊花茶 你实际上你喝菊花 你用的是菊花是秋天和冬天 可以生长的花 所以他金气 也就是秋天 和冬天 冬天这边冬天就是水 金水二脏 他补的是秋 金水二脏 补的是肺和肾 补的是肺和肾 而我们现在喝菊花茶 就是拿他干嘛 就认为他拜火 实际上你要这么理解呢 拜的是哪的火呢 其实大家也知道拜的是肺火和肾水的火 就是你下边长哥的那个火 就是大家那个要知道 所以呢 毒都是用其偏性 所以他那个采摘的时间就特别重要 什么药在什么季节采摘 现在的药呢 如果是大波种植的话就会有问题 如果不按着那个节气去采摘 那个药效就会出问题 这是将来中医药要非常的小心的一个问题啊 那么实际上药是用来干嘛的呢 记住啊 药补不如食补是什么含义呢 记住一个原则性的一句话 就是药是用来镇摘的 当人体得了疾病以后 这个时候你当你人体的气血哪都不 都供应不足的时候 药可以用来镇摘 但药不可以天天吃 它只是临时镇摘 救急不救贫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 我你病了 我临时的帮助你一把 你这个病所谓病是什么呢 病是气出现了阴阳偏盛的问题 偏虚偏盛的问题 当你这儿出现了问题的时候 我用药来临时来给你镇摘 而食物是什么 食物是可以天天吃的东西 所以食物是它的用它的平和之气 所以食物一定会比药要好得多 这是你人体可以吸收的东西 我们讲了这么多 《黄带内经》就告诉你 为什么得病 你要先弄清楚 而且你不要太过分的依赖药 只有身体要健康 只有靠每天吃饭 这是一个身体健康 是一个积精累气的过程 你要一点点攒起来 一点点攒起来 气和精都要一点点攒起来 才可以补益身体 所以这在过去 这叫经脉 你就记住一句话 人体是分十二正经和七经八脉 八脉都是 七经八脉都是藏元气的地方 在所有的中药书里 你会发现有一句话叫做 所以没有一个药入其经八脉 就是没有一个药可以补元气 反过来他就告诉你这句话 虽然没说 就是只有食物可以补益气 可以补益我们的身体 好 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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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